今天我们也不跟大家讲一些玄奇虚幻的事 但认真看进去 是什么样的一个修行的层次 可以到这个设例子里面 哇 一颗一颗的里面居然献出五种方位的佛啊 是怎么回事 我认为设例子一直大家都觉得它非常非常的玄奇 但有的时候发现它的过程可能是完全是一种意外巧合 比如说在江西德新这个进驻律室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这个进驻律室的借本大使呢 就看到因为当时那边一直在下雨 下雨的时候 他就看到那个寺庙那个旁边那个地方一直在积水 看了就很讨厌 所以呢他就叫工人来干嘛 就是来修这个 把那个整个排水啊整个清 然后把那个地下整个重新清理一下 就要做一个排水工程 那结果那个工人就说 好啊 你要做我就来做 就做的时候 哇哇哇哇突然间就空 这样敲到一个东西 就有一个长得像同窥一样的东西 他想这是什么东西啊 不会是炮弹吧 他以为是不是24天他留下的炮弹很紧张 结果呢他继续挖的时候 过两天继续下大雨 下大雨那个水就浸下去 浸下去之后发觉 下面根本不是普通的那个地基而已 它居然是一个地工 下面有文章的啊 是 那下面居然出现地工的时候 因为这个借本法师他心里都在想 我们这里自几百年来一直都是佛寺啊 那下面如果有定工的话 那上面那个东西 是不是装了什么宝物啊 小心挖呀 在地工里还有什么 对 所以他回头就去找那个被工人扔到旁边去 那个铁龟连那个雅智座 他想那个里头一定是什么铁韩 可能里头藏什么宝物 结果一打开 哇 居然满满好几百颗设粒子在里头 哪有这回事 哇 都可以挖到设粒子 来看看就是这个设粒子 对 就是这样满满的设粒子在里头 那他就 他也不太相信想说 这不是石头拿来骗人的 还跑去找专家鉴定 结果专家一鉴定之后发觉 这是真的设粒子 那问题是大家都觉得说 设粒不就是那个高森啊 他这些佛阻的佛化过 成分是什么 反正没关系 反正就是设粒嘛 但是我跟你讲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东西 因为就有人不信邪 有人去找来佛牙设粒 佛牙设粒说 就想要帮他去做一些检查 去测他的导热率 结果一测出导热率不得了 他导热率居然在1000到2600左右 那我们知道金刚石的导热率是2300左右 所以他就觉得 这个质地怎么会这么坚韧 然后后来他再想一个绝招 我来测你的抗压性怎么样 就他居然给他撕着来2000T的压力 去碾压他 对 居然丝毫不动 压不碎的 压不碎 所以他就觉得说 这个基本上是跟金刚石结构 是一样的东西 这我就想到人家讲说 金刚设立有没有 非常坚硬 对 那问题是 人类身上哪有什么东西 你怎么可能会烧出这种东西来 这不但牙齿应该是法郎子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 然后后来他们就用显微镜去看看 它里头到底是什么成分 对 就一看不得了 你看 现实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上面有图案 这是什么东西 你仔细看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佛祖的坐像 其实就像这样子 看到没有 一个佛祖的坐像 然后旁边还有四个佛围绕着他 这个是正面的动作 对 正面 比较像这一尊 对 比较像这一尊 就这样正坐的这样子 那这个是侧坐 就比较像这一尊 对 就是这样子 然后四个佛围绕着他 对 这东西里头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影像 这会不会太神奇了 你说这绝对不可能是人 磕上去 因为要显微镜来看得到的东西 你怎么可能会磕上去呢 所以这个设立 本身真的是有太多 太多玄妙的地方 让大家难以理解 说到了设立 我们一定要来看看这一颗 它到底尊贵到一个什么程度 居然要盖了一座 四十亿固若金汤的设立塔布 那不叫设立塔 已经叫宫殿了 来保护它 因为它基本上就跟个堡垒 没什么两样 因为它非常非常大 它整个建筑面积 将近十万平方公尺 十万平方公尺是什么概念 三万多平 这样又保护一颗设立 对 我跟你讲 而且它处理结构九层 然后地下还用矿坑 它摆就是矿坑 然后它又大了六层 然后在它的整个最底层 就供奉了这个 释迦牟尼的顶骨设立 你知道 它那个里头供奉那个金门 据说那里头重达上顿重 它就把它整个巩固在里头 就是怕人家去破坏掉 那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珍贵呢 我们都知道 佛的设立有很多种 有佛牙 佛指 佛骨 但是那些东西都是负数的 因为人的牙齿不只一颗 很多颗 手指也很多颗 可是佛的顶骨只有一个 所以它非常非常珍贵 那以前我们都觉得 它已经是神话传说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在前人 上千年前的记载 有人看过这个东西 说它长得有点像蜂巢 然后上面那个发孔 人的那个头发长出来的孔 都看起来非常清楚 那问题是 前年之后没有人见过它 眼见为凭吧 对啊 那大家都觉得 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可是它莫名其妙 在2008年被发现 那为什么会发现呢 它2006年的时候 当时他们 中国大会那边进行了一个 所谓的 南京大报恩寺的 一个考古工程 他们在那个地方 他们认为是大报恩寺的遗址 就想要在那边去挖 然后结果在那边挖挖挖挖 突然有一天 就挖到一个像井一样的东西 然后他们想说 这个井里头是什么呢 结果发现里头 居然是个地宫 那地宫里头 应该会有一些宝物啊 结果一看的时候 非常失望 为什么 因为它居然写 那个精灵长竿寺 我们挖错了吗 我们要挖大报恩寺 怎么挖到长竿寺去呢 这完全挖错了 这搞什么啊 但是都已经挖就挖了 就把它挖出来看看 结果发觉不对 它里头居然记载 你知道吗 它这里头居然藏有 佛顶古设立 快找啊 一千多年没看到 然后呢 他们说当时里头藏有 十颗什么感应设立 一个最珍贵的佛顶古设立 然后呢 他们就想要去挖 就一挖真的出来了 然后就出现了 这个东西 看到没有 这就是佛顶古设立 这据说就是释迦牟尼 在2500年前 那个元旗之后呢 它就被烧 火化之后 就出现这样一个东西 全世界只有这一个 全世界只有这一个 原来是当时有一个叫可证和尚的人 他当时就把这个感应设立 收集起来 然后呢 佛顶古设立 他也保存在那边 本来有一个人要跟他抢 叫李德玉 李德玉就是牛里党针 那个李德玉很有名 然后那个刺死呢 他后来跟他拿走了十一颗 但是他还剩十颗 那最重要 这个最珍贵的佛顶古设立 他没有给他 他就把它藏在这个地方 也不敢让人家知道 那藏干四起 始根本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 然后呢 他就一直藏在这里 就藏在大包恩寺旁边 然后就一直埋在这边 到千年之后 才被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头发现 那现在花了四十亿来建这个宫殿 把它供奉起来 你就知道 这是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 一年之后七次机会 才可以看到 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 市长跟我们讲 我们其实讲过了很多修行人 一些不可思议的情况 而这一个修行人 他的不可思议 当然不会少 没想到 在他的生命的众生里面 前来跟他交会的 都是我们看到 鼎鼎大名历史上的名人 对 镜像 你刚才用高僧来形容虚云和尚 其实我更喜欢用一个字 叫近代史上第一齐森 他真的是很齐 很传奇的一生 的一个人叫齐森 他既是高僧也是齐森 为什么 他从出生开始一直到他过世 他过世的时候是一百二十岁 很长寿 是很长寿一百二十岁 真的吃八十 对 从出生到过世 就充满了一生充满传奇 你看他出生的时候 其实很奇怪 是他当时他是在清朝道光年间就出生 道光皇帝出生 有人形容他的一生叫历经过五帝四朝 五个皇帝 道光 咸丰 同志 光细 后面的那个溥仪 就是那个先统皇帝 五个皇帝 然后四个朝代 四个朝代 他活到一百二十岁 所以他一路从清朝到北洋金华 到民国到中共建政毛泽东的时代 他毛泽东建政十点以后他才过世 他经历四个朝代 那这样的一个人 他出生的时候就充满传奇 为什么 他父亲十几岁了 他父亲是一个福建的一个小官 十几岁才生他这个孩子 结果他母亲怀胎十岁的时候 怪事就发生了 怎么了 他母亲怀胎十岁 生下他的时候 一掉下来 呱呱落地 呱呱落地的 不是一个胎儿 是一颗肉球 什么意思 对 小朋友长成像卵生一样 怀胎十岁 怀胎九岁下来 手脚头都要有啦 对 他没有 他是一颗肉球 所以真的人家讲是怪物 他母亲看到他生下来 是一颗肉球 吓坏了 结果你知道他母亲 因为看到他生下来 是这个样子 吓坏后来死掉了 吓死了 吓死了 对 这个孩子人家本来 以为他是怪物 但没想到他这个人就怪 他后来长成以后 他到十来岁左右 他每天没事 他喜欢跑到 跑到庙里面 听和尚练经 听那个老禅师讲佛法 就有佛言 就很奇怪 他父亲你看他不行 十来岁没事跑庙里去听 你是要跟他打架吗 好不容易得到这个孩子 四十几岁才得到这个孩子 结果你知道 他父亲想了一个办法 说好 那我早一点让你澄清吧 结果在他十七岁那一年 帮他一次娶了两房老婆 大老婆小老婆 做一次 娶两个十七位 结果你知道 他就是怪 他娶了这两个老婆以后 从洞房花竹叶开始 他从来不去碰他这个老婆 他每天就在房间里面 继续练经礼物 你知道 结果后来 他父亲拿他没办法 干脆就跑去 跑去庙里面当和尚 展开他一山的传奇 他出家之后 你知道他一路到五十岁的时候 五十几岁的时候 他一九四零 一八四零出生嘛 然后到一九零零 一九零零他六十岁的时候 他当时已经是德高望重的一个高身 在中国整个大地上 他盖了几十间庙宇 而且他每盖一间庙 他就把这个庙交给一个住持去管 他自己丢在庙里面 庙外面盖一间小茅屋 在里面打坐修佛 所以他德高望重 德高望重 因为当时慈禧 他又碰到一件事 他是慈禧 他们讲说是慈禧时代的一个国师 那慈禧不是一九零零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吗 打进北京那个当时慈禧要西逃 要西逃到山西 对 山西西安 对 结果你知道 那个晋禁王就找这个 找这个虚云法师说 这个老佛爷要往西逃 你们是半驾随行 一路保他平安 这个国师当然要 后来他就跟着老佛爷 就往西安逃 结果走到西安的时候 他看到一个景象 怎么了 当时因为西安大地是整个 又战争嘛 又栽荒 所以死了很多人 那很多大体暴露在野外 暴露在街道上 还没有办法打理 所以就并进恒生 就变成瘟疫 瘟疫狠行 当时老佛爷就跟他讲怎么办 国师你想想办法吧 瘟疫狠行 他们以前讲这种东西叫天灾嘛 天灾就是要我这种法力的人来治 来把它弄好 结果这个虚云法师说 可以没有问题 我来求一场雪 你知道他到长安的时候是龙 是九月八月节九月节怎么可能 他跟老佛爷说我来求一场雪 结果你知道他的地址一直向他说你不行 你不能跟跟军权无戏言 你这会被杀头的 九月天哪来求雪 哪来下雪呢 他说没关系 你们就照我的一事办 结果他就跟慈其答应了 答应了以后 他就叫他的地址建立那个所谓的法台 法台要求雨 那个法台很高 三藏三 里面上面还布置了很多的那个所谓佛像 释迦莫里佛 弥洛河 那个那个观世音菩萨 他坐在上面带领九个大地址 在上面练金 然后底下你要因为他得高王 大家听说他要求雨 结果长安全国各省听到全部都赶来 赶来总共来了一千 将近一千个和尚 他上面台上坐九个 然后第二阶坐边坐一百零八个 手一百零八个高升 再下去三百六四个高升 开始练金送金 送金送了七天 奇迹发生了 七天以后长安开始下雪 九月雪就下下来了 真的九月雪 九月雪 九月雪下了以后 当时所有其他底下那些高升 一百零八个三百六十个高升 你看下雪了 功德圆满 就开始走了 走了以后 西允老和尚说 不行 我还要继续在这边 为什么 他说下雪下两个时辰 三个时辰 他有可能会停住 这个功德还不算严满 要继续 你们先走没关系 他继续留在高台上 一个人 当时会已经下雪很冷 他就一袭这种很薄的 这种袈裟 坐在台上继续练 自己再打坐练金 又是七天 又七天 所以长安就一路下雪 下不停 下不停 当时史书形容 就长安是千里冰封 万里飘雪 你看九夜仙 所以后来慈禧 但因为这个雪很冷 下雪又天气很冷 所以就把瘟疫的病徑 杀死 就瘟疫压下来了 所以慈禧太后 听到这件事 九夜下雪 大奇蹟 这个法师果然高明 结果你知道 奇蹟跑在他那高台前 眼眼一看到 看到这个法师 就跪拜 口里面 还慈禧的嘴里面 还连着说老菩萨 老菩萨 你是救苦救难的老菩萨 众人贵慈禧 是慈禧才贵他 对 慈禧贵他 所以他一生有很多 这第一个还是慈禧 第二个他到蒋介石的时代 蒋介石的时代 他一样 蒋介石当时在抗战的时候 半领抗战 觉得很困惑 这一战不晓得要打多久 结果1941 也就在抗战结束的前四年 才在中期而已 他就找了西韻老和尚 西韻法师来说 你帮我看一下 这个战局怎么样 二战的时候 这个战局怎么样 结果西韻老和尚 会很神奇 他拿了一张纸 拿了一把剪刀 把这个纸裁成四方形 裁成四方形 以后就折成三角形 脚对脚这样对折 折成三角形 折了几折以后 他拿剪刀在这个纸上面 你看这个纸 在这个三角形的纸上面 剪了三刀 剪了三刀 然后慢慢慢慢把这个纸摊开 你看这像中国那个剪纸 对 摊开以后 你看他第一个造型的只是十字型的 第二个是这种万字型的 第三个一个日 日字型 这代表什么意思 十字型 你知道二战的时候 意大利莫索尼尼跟西特勒 跟日本是三个国家侵略国 是 侵略国 十字型是意大利的金旗 莫索尼尼用的十字旗 对 就代表意大利 万字型的这个万字型的是希特勒的纳粹符号 日字型就是代表日本 第一个摊开的是十字型 对 他说意大利会先败 第二个纳粹会败 第三个投降的就是日本 你看二战的进程是不是这样 历史上告诉我们 第一个投降完全顺序的万全队 而且他可以这样剪出来 就告诉蒋介石 所以蒋介石当时就荣心大业 想这个战争一定可以打赢 所以你知道他对西云就非常非常的崇拜 那这个西云到蒋介石这边还没完 后来不是一九四级撤退到台湾吗 大陆不是被毛泽东拿走了 拿走以后毛泽东对西云法师本来说 这个听说是德高望重 对活教界的那种影响力这么重 请他来当我的国师 结果怎么请西云就不去 不见毛泽东 结果毛泽东当时底下的人讲 我们主席要见你 你胆敢不来 而且当时整个氛围 是说要反那个所谓反革命 反革命 所以你知道底下的人 就假毛泽东之意 派了一堆人去修理西云法师 怎么修理 又怪事又怪事了 他当时毛泽东要修理他的时候 他已经112岁 对我刚才算说 这个生活到现在 他已经一百岁的人 你怎么修理他 一百一十二岁 骨头都瘦掉了 他还活着 当时毛泽东底下的一些 好像像小洪卫兵一样 一些人就跑去 就说你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你知道他打坐 他姿势就维持 他一直都打坐这种姿势 那底下的那些小毛头 那些共产党就开始拿木棒 打他的身体 木棒打一打 一看他还是打着不动 还得了 你对112岁的人打 把他打死都会 一棒就夯死了 不是他木棒打了他几棒以后 听到响响响响的声音 然后觉得他还是坐着不动 拿铁棍再打 再打打得头破血流 或这个筋骨肋骨 这边都断掉好几个人都断了 他还是坐着不动 坐着不动 你知道连打打四天 打四天 打四天以后这些人说走了 差不多了这个反正丢在那边自身之灭 也应该会死了 结果过了几天以后 听庙里面传来说 这个老和尚没事 没事还在那边继续残坐 所以你刚才讲他打下去 那个轻轻轻轻 你知道佛家讲一句话 就是金刚之身 对 就是这样子 对 那你知道后来五天以后 那些小毛头又说 没死啊 过来 再打 再打 又打了七天 打了七天以后看他坐着 就把他整个推倒 推倒以后 你知道他倒下来以后 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姿势 只是躺着 躺握了一个姿势 躺着在打坐的姿势 又维持这样的姿势 维持了八天 人家说他是录定 录定 录定八天 八天以后突然间 他坐起来 好了 醒过来 没事情 他117岁 其实还有一个事情 117岁你知道 当时他在浙江 那个叫天台山盖了一个云居室 盖了云居室落层 落层的时候 后面还有一些荒地还没弄好 那很多人就说 那我们要继续把后面盖建房子 所以就开墾 开墾去挖地 挖到一颗大石头 很多人就去说 一个大石头 梗在这边 要把它搬开才有办法建市 结果你知道 很多人去推那个大石头 没办法推得动 他117岁 过去说我来 就这样轻轻一推石头动了 把石头推开 他有两件事 117岁的时候 他可以推巨石 几个人去推没办法 第二个是什么 当时他们和尚 不是要到山上去砍柴吗 要烧火生火什么之类的 砍柴那个柴一捆 一捆大概两百斤 两百斤 通常是要两个人 前后用棍子这样 用抬了两个人 抬还不一定抬得动 两百斤 他一手拿一捆 一手拿一捆 总共四百斤 四百斤 117岁的人 健步如飞 他有练轻功吗 他就是练到后来太神乎奇迹 而且他们讲说117岁 看他在走路的时候 当时那个庙里面 庙附近下雨 下雨那个山路泥泥 他走过去 明明看他 他又没有凌空 明明看他鞋子就踏在那个泥巴上 结果到庙里来 庙这边 他鞋子干干净净 这个不是厌去谈不留影的概念吗 所以很奇怪 那后来是到119岁 他才研疾 研疾的时候 你知道他火化也很奇怪 你知道当时火化的时候 他们讲说火化三天 要回来捡他的 看看有没有设例子 结果刚好第二天火化第二天 第二天他们那个庙后面 那个山上着火 山营着火 大家一百多个和尚跑去救火 那个庙里面都有一些比较牢骆妇 你知道他就坐在那边火化 火化到第三天的时候 人还没回来 他里面庙里面一个小弟子去看 看他火化到底怎么应该成灰了吧 结果一看 他整个骨架厚厚 肉体烧化了 整个骨架还是打坐了姿势 社长今天晚上来跟我们讲讲看 这个三倍针火锅 无所不化 事实上真的有这种火吗 事实上你一定看过西游记 西游记你看 四大奇出之一 电影电视演了多少 里面有一个红孩儿 牛魔王跟铁扇公主的儿子 这个红孩儿正所在火焰山那边 西游记讲说孙悟空跟他一行人 跟他师父要过火焰山的时候 可以打败牛魔王 可以打败铁扇公主 过不了红孩儿这一关 为什么 因为红孩儿嘴中可以吐出一把 叫三昧真火 这个三昧真火他无所不化 而且你脚不洗 扑不灭 孙悟空哥打不过他 说到这里那是西游记 那是西游记嘛 对不对 三昧真火那当然是西构的 我要跟各位讲这是千古之谜 他不见得是西构的 而且他后来印证 就是在佛家里面 佛家里面你修行到一定程度的高升 你可以从自身启动这个三昧真火 可以启动 那这个三昧真火启动的时候 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我先讲在文献里面讲谁 讲释迦摩尼 释迦摩尼 释迦摩尼在两千五百年前 两千五百年前他告诉他的弟子 他当时要援击 我们讲说涅槃 进入涅槃的时候 往归西天 当时他身边有一个 他的那个大一个弟子 叫阿滥陀尊者 那他告诉阿滥陀尊者说我二月十五号 我就要走了 所以说那一天就他的涅槃日 二月十五号我要走了 走了以后 那个阿滥陀就帮这个释迦摩尼定三口棺材 最小的是金棺 金棺 中间的因为他是三种套棺 中间的是铁棺 最外面一层是檀木棺 定做好了就把四尊的这个大体放在这个 释迦摩尼的大体放在这个金棺里面 然后要烧 要火化 火化以后看有没有设例子 当时释迦摩尼跟他讲说 我的设例子要分布到全世界各地 我的信徒那边 结果你知道阿滥陀就跟其他弟子在旁边炼金 炼一炼以后就开始点火 在金棺里面点火 这把火点 点了以后又灭 点了以后又灭 烧了七天七月 四尊的大体化不掉 没办法烧 那表示阿滥陀又觉得奇怪 释迦摩尼不想走吗 他还有什么事要做吗 结果后来一想 释迦摩尼有十大地址 最大的地址大家都知道的叫嘉业尊者 嘉业尊者就是释尊在林山法会 用脸花微笑 这四个字出来大家都知道 他脸花微笑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 嘉业尊者知道了 释尊脸花 嘉业微笑把他接过来 这个当时他释迦摩尼走的时候 嘉业尊者在别的地方传道 悟到没有办法红华 没有办法赶不过来 那听到说 那个世尊预计二月十五号要进入涅槃 他等于预言自己要走的那一天 他才开始赶回来 嘉业尊者带了五百地址 一路赶 来不及 赶了七天七月以后才到这边 等于他到的时候 世尊已经走了七天了 火都怎么化都化不掉 化不掉 佛经里面就记载这件事 当时全世界的第一把三昧蒸火 就是从佛陀身上化出来了 所以佛陀说到底七天七夜的 那个火的开关不在外面 不在别人 在他自己身上 而为什么他一直把那个火关掉 七天七夜他在等赶入的嘉业尊者 对 那这个嘉业尊者赶到以后 他们讲说从金关里面 就突然间冒出那个很冲天的白光 他很羡慕那种白光 那个白光一冲天以后 佛陀走了 走了变成他在金关里面的大体不见 化成八万四千颗色粒子 这是在佛经里面正式记载 佛陀要走涅槃的那一天 真的有这样的一件事 提到了三昧蒸火 我们从佛陀的这个事迹里面 就看到有德行之人 那个三昧蒸火开关在他自己的身上 没有错 那金像你一定会讲 那火点记载 两千五百年前写的 有没有印证 有没有印证 对啊 那么久的 怎么印证呢 印证 就有这么传奇的一个高僧 去印证了这件事 而且是近代史上的一个高僧 这个人叫巨型法师 巨型法师他在光细二年的时候生 一直到民国十三年的时候延吉 才四十八岁 那这个巨型法师他一生就充满传奇 他当时出生的时候在云南大理 云南大理这边出生 那出生就是他出生父母就双双过世 就从小就很苦 就刺着脚帮人家打工 帮人家种田为生 到年轻的时候就入罪 入罪给一个女人 后来就生了孩子 生了两个孩子 但因为家里还是很很穷很苦 没办法他会想 我到庙里面去打工 所以后来这个活的姻缘 活缘 他跑到云南一个机竹山 机竹山有一所寺庙 叫驻圣寺 好死不死 他碰到了当时 就近代史上第一高僧 虚云法师 虚云法师 我曾经在节目里面介绍过 他是三朝五地的博师 历经清朝蒋介石毛泽东三个少年 因为他活了将近一百二十岁 三朝五个皇帝 包括慈禧太后跟他跪拜 流泪跟他跪拜 慈禧这个老女人 有时候他看了要死 跟他跪拜 蒋介石也是请他当国师 毛泽东请他当国师 他拒绝了 到一九五九年才过世 他到这个机竹山 驻圣寺的时候 碰到这个虚云法师 在里面当住持 虚云法师当时其实他去的时候 很多和尚跟他讲 看起来这个 这个巨群和尚 看起来唯唯索索 矮矮小小皮肤黑黑的 看不上去 看不上去 这个来打工都不够格 不想不想让他来 结果他要走的时候 虚云法师一看 这个孩子有慧根 不知道他怎么看 别人都不要 他就让他留在寺庙里面 就让他去种田 让他去打工 所以这个巨群法师 在这个寺庙里面 在这个驻圣寺里面 其实刚开始也不是当和尚 也是帮人家打工打杂 养活一家八口 后来你知道打杂他很认真 很认真 后来把他家里把他老婆 两个小孩 业父业母 全部喊不让他帮我 带到寺庙里面来 结果寺庙里面更怒了 全家伙都帮我带来这 幼儿竟然 结果还是一样 虚云法师帮他保下来 说这个人将来你们拭目以待 大家拭目以待 什么 不然你了 廟宁 什么都不合 怎么办 后来在虚云法师开口了 就让他留在庙里面 继续打工 后来有一天 他跑去跟那个虚云法师讲 就具群法师跟虚云法师讲说 我想出家 我想出家 佛缘到了 时候到了 对 突然间就讲说他想出家 那虚云法师跟他讲 时间也到了 所以虚云法师他有 他预知了一些能力 他时间是到了 可以 后来就帮他 替度 对 戒度 替度以后出家了 出家以后这个具群法师 其实他做的工作一样 白天还是在庙里面打闸 说挑水砍柴 煮饭 都做很低贱的工作 晚上他就跟虚云法师 他用听的 用听的 听虚云法师在练诵佛金 他但是用听的 他可以去背诵 而且到后来 他可以理解这个佛金里面的一个意识 就是大事不是几个 然后光是用听的 他就心领神会 对 然后刚才讲 最主要还是三昧真火这段传奇 他48岁的时候 有一天 那个西云法师在他寺庙里面 要盖一个火塔 叫海慧塔 海慧塔 在盖的差不多快好的时候 巨群法师突然间跑到西云这边 跟西云说 那个师尊师尊 那个等海慧塔盖好之后 是不是可以让我永生永世来守他 西云法师一听这句话有玄机 什么叫永生永世去锁这座火塔 火塔里面是放骨灰的地方 你要永生永世锁他 就是表示你也要走了进去 你要走了 又烧成灰塔 那个骨灰坛也放在这里面 可是眼前的巨型法师好端端的才48岁 说老也不老 对也没有生病都没有 但西云法师也参透这句话 说你的时间也到了 该走的时候就要走 当时这个巨型和尚就跪在地上 跟西云法师说师尊 我全舍不得离开你 他自己知道远起的日子要到了 西云法师说没关系 你就安心地走 结果后来有一天 有一天他到海卫塔这边 海卫塔这边 他说要去那边打坐 结果就坐在地上打坐 残坐 当时他打坐的那个 离打坐地方不远的那个寺庙 广场很多和尚在那边晚上 很多和尚还没睡觉 现在附近村子里面的人 就看到他打坐那个方向 海卫塔那个方向 白光冲天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 而且大家一度以为是什么 火烧了 回求主 冒出火了 对 这第一天 后来大家那个和尚就跑去看 其他和尚跑去看 没事 就只有他在那边打坐 白光冲也不见了 第二天晚上又是白光冲天 村民说不可能一定是着火了 后来那个西云法师 跟他们里面烧鞍物照 让他这个白光冲天 你们就看看三天之后再说 结果第三天晚上又是白光冲天 第四天 当时云南一个非常有名 近代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云南都督 叫唐继瑶 唐继瑶 云南的都督带他的财政厅长 因为都是都是佛教徒 带他的财政厅长王竹春 还有水利局长张卓仙 三个人还带着记者说这个财政厅要去看一看 结果他们就赶到这个寺庙 所以他们有见证这几个是一个一个见证者 他们去寺庙那边 记者当时还拍下当时这个 寺庙法师作画的这张图片 那印象来了 你看这张图片作画就眼睛半壁 很安详走了 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 告诉你 当时西昀法师跟其他图众 全部到这边 其他图众跪拜完以后 要去把他的大体搬起来 搬起来要入缸 入缸以后看能不能像我们讲的 肉身不服 肉身不服 结果西昀法师说你们不要动 而且声音要小 都不要去动他 他其实已经化成灰了 为什么前三天的白光冲天 其实就是巨群法师自己启动 所谓三昧真火 把自己化成灰 等一下你说那个火源怎么来的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看到的那个光 白光 对那个火怎么来的 世尊到释迦莫里当时要涅槃的时候 在那个金冠里面 冒出的白光是一样的 冒出白光 那其实你看不到火 没有火 没有火 这有什么解释啊 对 那西昀法师就说 你看这张图片 他传起了这张图片是他作画 以后是这样一张图片 整个人都好了 对啊 其实他已经是成灰了 怎么成灰了你知道吗 大家要去动 刚才讲西昀法师叫大家不要去动到他的大体 西昀法师就在那边练金 然后拿那个练金的木鱼在那边敲 你知道他当时在看的时候 咳 敲一声 咳 敲第二声 第三声敲 木鱼敲 咳的时候 他整个人崩塌下来 变成灰 变成灰 这个太不科学了吧 对 所以你觉得很奇怪 那西昀法师当时就 叫大家看说 这个为什么他知道巨型法师 是用三面真火启动把自己烧化了 因为他看到他做的坐向是安好 可是这个巨型法师旁边 他也是有一个木鱼 打坐的时候要连接什么木鱼 那个木鱼的那个 那个木鱼已经烧成 烧化 而且那个木鱼不是有一个敲吗 一个敲的那个木头 那个木头已经碳化了 木头都碳化 他还可以维持一个人形的万在 对 而且他的鞋子 他穿的那个鞋子 鞋子也已经不见了 烧化了 烧化掉 所以西昀法师他观察到 这么很细微的东西 所以知道他这个人 你看他好像是一个像在这边 其实是我们讲实像虚像 它是一个虚像 它其实启动这么 在旁边那个木鱼也会化掉 鞋子也化掉 所以他判定他应该烧化 果然那个木鱼一声 一敲第三声的时候 他整个人崩塌 所以说用三昧中国 把自己烧化的一个传奇高僧 在民国三年的时候 有这么多人 我们常听讲 金刚不坏之声 那不是只有出现在佛经上面 在现实生活呢 社长 要带我们来看一看 这就是不可思议 生也传奇 死也传奇的甘诸活佛 对 静相 我曾经讲过一句话 说所有的传奇 每一个宗教都有 但你传奇如果没有经过印证 实证的话 他就只是一种传说而已 他没有走到现实里面来 究竟真的假的 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那我们知道 在活血经典里面 有一个非常传奇的 就是金刚不坏之声 那在2500年前 释迦牟尼当时 演技的时候 火化 7天7夜火化不掉 大火烧不掉 一直到7天7月以后 他的大地址 家业尊者率领500地址 回到他身边的时候 释迦牟尼才干燕 要走 就一个金光 自己全身三昧真火烧起来 化成8万4千个舍利子 那这种东西 7天7夜烧不化 可能吗 很不科学 人与的局限不科学 但这个经过印证 经过你 而且是近代的事 你知道这位17世甘租活佛 是在哪里 在北投华语市 北投华语市 北投啊 对 在北投华语 1978的时候才过世 过世的时候64岁 1978离现在不远 而且是在我们这边 北投华语市 他过世的时候 其实很多大师 什么广京大师 全部几百个地址都在身边 他的佛话就是 5天5夜烧不掉 5天5夜烧不掉 那我先讲一下 这个17世甘租活佛 他的一个传奇 他其实一生就很传奇 他当时是青海人 出生的时候 还没有出生之前 他母亲 他母亲有一次精神上 觉得很不安定 就去找16世甘租活佛 看病 结果甘租活佛看到他以后 就既然跪下来说 你是我未来的母亲 你是活佛 对 活佛跪他 一个普通妇人 还有精神不太正常 不是说不正常 精神不太 比较混乱的状态 对 混乱的状态 他竟然跪他说 你是我未来的母亲 结果他也不晓得 怎么会讲这一句话出来 他母亲也觉得很奇怪 但他母亲有讲说 后来见了16世甘租活佛 灌顶之后 回去以后精神就一直非常愉快 精神舒畅 后来怀孕的时候 不到一两年时间怀孕 生下了这个17世的甘租活佛 甘租活佛三岁的时候 16世过世 过世以后就找 根据16世的遗嘱 去找 找这个所谓灵童转世 找到他 找到他 可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活佛的 所谓的认证的过程 其实都有一些非常不科学 非常巧妙 这巧到让你觉得 不可思议的过程 他也是 他也是 要经过这样的认证 当时也是这样 抓粥的时候 一岁板一岁的时候抓粥 抓粥很多 很多那个16世佛佛生前用的 他主要抓到什么 抓到16世炼了佛金跟佛朱 佛朱 那佛朱跟佛金里面 其实外面有十几种 很多的那种杂七杂八的东西 放在上面 他就挑那两样 那两样就16世用了 所以印证 他三岁的时候 确定他就是17世甘租活 就送他到西藏的一个寺庙里面 去修行 他其实在十岁的时候 还得过那个水 得过那个浦仪 浦仪算他 送他那个黄轿子 海大 他地位很高 十岁就有浦仪送他 曹坤当时大总统 也送他那个什么草码 所以他一生很传奇 那主要是他严己当天 我们刚才讲 他64岁在别头华语市 严己的时候 他1949跟着到 跟着政府到台湾来 那在别头华语市的 他之前跟他的弟子讲说 他十岁已到要走了 结果大家那天就来送他 送他的时候 他就像这样的 用作画的方式 坐着 很安详地走了 走了以后就 因为他是藏传佛教 所以用藏传佛教 火化的方式 你知道当时还特别帮他盖了 一座像火化塔 叫金炉 就把他大体这样作画了 放进那个火化塔里面 里面那个门一关起来 大火烧才我一天就烧 烧了五天五夜 五天五夜当时本来想开塔的时候 还觉得里面温度太高了 因为已经烧了五天五夜 温度太高人没办法靠近 所以又等了两天 等于说第七天以后开塔 开塔一开 所有人整个愣住 金刚不坏之身 刚才讲那个传奇 他走到真实的世界里面来 他高深就是有这种 忍耐去印证 但有修为的高深通常你火化之后 我们就去数那个舍利子 这么多舍利子 有修之人 他不是这个层次的 五天五夜还金刚不坏 对 其实这种东西也叫舍利 叫金身舍利 全身舍利 整座身 整个身体就是舍利 结果五天五夜稍不化 后来就只好把他那个大体 整个搬出来 搬出来你现在去别头发一试 你会看到一尊这个 这个是铜像 这个是里面就是以他的金身 放在这里面 招当时很有名的雕刻大师 雕塑大师 杨英峰 朱隐 两个大师帮他 用他的形象去塑造这个一个铜像 把他金身放在这里面 供人膜拜 所以这个五天五夜火化 你违反科学 但他就是真的做到了 所以我们讲到 这样子的一个不可思议在宗教界 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个 这个叫做神变吗 还是天蝉变吗 已经原级的高僧 你去看那个面容 变变变变变变 往哪里去 搞木死灰吗 不对 他往回春的脸色去变了 对 那这个更神奇 这个是阴海和尚 他离现在更近 在2017 1月15号才过世 才原级的一个高僧 叫阴海和尚 那阴海这个阴海华师 你看他原级的时候 他当时12月 2016的12月底 就跟他几百个大地址讲 说我差不多1月十几号要研局 大家都集中在那边等他 你看这张图片 很多人都围在他身边 后来要作画 作画的时候 就像你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他已经作画了 他坐在那边 中间穿黑色衣服 作画在那边 后面围着他地址 他已经作画 11个小时以后拍这张图片 已经走了11个小时 这看起来像是随时会醒过来 入定的状态 对 你感觉不到 他其实是很安详了 那你看他作画 11个小时以后 因为年纪大 他是94岁才走 有几岁才走 那你看他作画的时候 你看他的脸 脸颊稍微 老人家有点脱水 陷下去了 有点小小的呼吸 但基本上是很安详 你看他这个面容 11个小时以后 这边特别看 11个小时以后拍了这个图片 刚才后面还有很多地址站在那边 但是很奇怪的是 10天以后 他开始脸就开始变 变到24天以后 这个叫神变 你看他刚才的脸颊是这样子 24天以后拍了这张照片 整个脸色红润 然后一直慢慢的脸皮 好像鼓起来了 如果照一般你来看的话 是持续脱水 持续干瘪 要往越来越干 越来越辣黄 应该是这样 可是他们说他神变 他恢复到一个 有人讲说这是一种 环老回春的一个功力 所以他脸上 你注意他两张皮肤 这个皮肤 眼皮这边 脸颊这边 都很多作纹 你看这个皮肤细润如婴儿 细润如婴儿 而且浮相 碰壁 我们讲说那个法相级碰壁 对 而且你再注意比 比看他这个呼吸 这么短 他呼吸还继续生长 24天长出这么长的呼吸出来 这个很不可思议 24天最后呼吸长长了 对 长长了 其实这边没有拍到 是连指甲 指甲也继续在长长 好像还活着 还像活着 人家说这是活着 所以你看他这个 他最经典的就是这个 填扫在宗教界高升 所谓奏化以后 可以神变 我几乎没有看到这样的案例 因而而不想 在2017离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 众目睽睽之下24天 他变成这个样子 这是他第一个传奇 那英海河上一身 也是非常多的传奇 我们可以看 他一身也很多传奇 当时他活到九十几岁 当时到七十几岁的时候 有一次他走在街上 走在街上 那不晓得有一个 不晓得是流浪汗来什么东西 就从他后面冲过来 拿刀就往他腿上这边砍 一砍把他脚筋整个敲断掉了 敲断掉 你知道他送到医院 医院医生一看 因为流血过多 又七十几岁了 判定走了 结果五天以后 他突然间又醒过来 复活 五天 医院判定五天 走了五天 他复活了 复活以后更奇怪 他刚才讲说他七十几岁 他跟他中地指说 你们不能去找这个人算账 这是前世的因果 我必须要担的 我必须要还的 结果你知道 脚筋斩断掉 又七十几岁 他好了以后最神奇的是 他可以背一百三十几公斤的重物 或者说人 可以背着这样快步如飞地跑 这可不可思议 第三个传奇是1980 比现在也是不远 1980的时候 他曾经 后来他在美国加州那边红华 1980四川峨眉山 盖了一间寺庙 一个大雄宝殿很大 那重地指讲说 我们请高僧 回来跟我们加持一下 结果就请他从洛杉矶回来 1980他到桃园机场 一下的时候很多 那真的是几百个地指 在那边迎接 迎接众目睽睽之下 他们有一个人讲说 你们注意看 这个殷海先生的 殷海河上的那个脚 他是泥地在走的 泥地很浅 大概三四公分 你仔细看他有泥地在走 凌波围步在移动着 对 有人讲说 这是一围一渡江的这种概念 那后来 有的人说 跨不到今天能这么挤 好啦 那他就到 那个四川峨眉山 一到的时候还没进寺庙 因为峨眉山 刚好那天下大雨 所以那个山路非常泥林 很泥林 你知道殷海河上 他穿的那个是布鞋 布鞋而且是白色的 他在里面一定会弄得很脏 结果没有 他就跟这些人一直走 走到那个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里面那个地板 都是很光亮 打得很光亮 他一走进去的时候 大家注意到那些 不但没有弄脏 而且他每一步每一步 踏在那个大雄宝殿 那个地板没有脚印 那就代表 刚刚外面的雨水泥泥 他是没有接触到的 是 所以有人讲说 这是一围一渡江 达摩一围一渡江的一种 高功力他做到了 这是当时在四川尔美留下的一个佳话 那另外还有一个 就他援击的时候 刚才讲说他12月底 跟他弟子讲说他要援击 到1月2017 1月15号 在加州走 走的时候他也刚才讲 跟那个照片很安详 那走的时候 刚好1月15号 当时在加州要办一个盛大的法会 是官阴法会 结果本来是他要主持 但问他走了 他要走的时候 还跟他弟子说 没有关系 法会那一天 我会回来主持 不是已经走了 不是援击了 怎么回来主持 没有可能 他用现象给你看 当天1月15号 当天早上的时候 加州那边 那个刮风下雨 如果怎么刮风下雨 那个闪电雷银 那结果法会一开始 一声火号 开始天上开始 天空刚才讲说 不是雷雨交加吗 变成蓝天白影 出现一道双彩虹 我们讲单彩虹的不像 一般高森如果说 以前我有讲过其他高森 说他走的时候 经常有时候会 奇怪的出现 所谓双彩虹现象 这边一道 你仔细看这边其实还有一道 上面这边还有一道 是两道双彩虹 而且这个彩虹还化身像 有一个这个云里面 你看这个是金龙飞天 你看这个龙头 龙头在这边 龙的脚在这边 你仔细看 龙脚两根 有没有 像一种金龙飞天一样 在那个云里面出现 所以他有很多现象 那这边 这边有 他其实那个当时 因为冬天 一夜失误 别半球是冬天 很冷 很冷 这个华会现场 旁边所有的草木 周围几公里几十里里面 那个草木都全部黄了 枯萎 对 都枯了 各位有机会打网路 去找找看那张照片 他那个华会现场的花 红色的花 绿色的枝叶 清脆如新 所以 英海和尚他成愿再来 他真的回来说法 回来 他视线给你两道红 红跟泥之外 你刚说的 唯独到处都是下水 冰天雪地 只有这一块地方 这都是都很奇特的现象 围绕在那个华会的会场旁边 而且那个天空当时 他们记载说 当时天空飞来 所谓的金刚鹦鹉 金刚鹦鹉是 国家的提想物 金刚鹦鹉 飞来 注意听 不是十几只 飞来上千只 露满整个天空 来跟他致敬 所以他很奇怪的一些现象 而且他做话 我刚才没讲 他做话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 一经里面讲的 太极两仪四项八卦 今天社长要带我们来看到 将八卦的智慧 运用于战法天下第一人 当属诸葛亮 对 就像唐朝大事人杜弗 曾经评断诸葛亮 用了一句话 快智人口 叫公盖三封国 明臣八政图 他提到诸葛亮 公盖三封国 当然没话来讲 可是明臣八政图 这个八政图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或是一直在追 在追 唐高宗的时候 既然叫他所有的大臣 武将 你们要去研究这个八政图 要去找 找这个八政图出来 因为唐朝的时候失传 唐太宗以后就失传了 这个诸葛亮他确实曾经写过一个八政图 他是用什么 用五行八卦 五行八卦跟奇免遁甲融合 应用在一个冰法上面 所以他是2000年来 中国兵法上第一奇书 叫八政图 那根据这个八政图 在军事上实际战争的时候 打仗的时候 用出来的阵就叫八卦阵 听讲 那这个八卦阵 其实他用八八六四 他总共有六十四种变化 他排起来像八卦的阵 那这个八卦阵在中国历史上 其实唐太宗的时候 有一个名将叫李靖 神话里面那个托塔天王 罗刹的父亲李靖 他曾经用八卦阵一件定阴山 带了一万纪兵去打 打败那个东途徒节 另外在明朝的时候七聚光会 七聚光会以前曾经在 打二扣的时候 用八卦阵 清朝的时候 曾国藩 打太平天国的时候 也用八卦阵 但是他们八卦阵所学的都是 我们讲八八六四卦里面 他们可能只是懂三卦 可能最多李靖懂到十六卦 所以他有很多东西是失传了 所以刚提到都不是诸葛亮本人 他只能某部分三招 四招 三招 他已经可以成为一代名将了 这都是别人流传下来 明 清 那诸葛亮本人如何运用 这一套战法 对 这一套我稍微讲一下 这个八卦阵 你看这边有一个试验 这是其实是赤壁之战里面的一个图 赤壁之战里面 那个图你看它有很多这种排列 中间的一个圆签 这是诸葛亮本帅 本镇坐镇在这边 这边其实是一个方镇 方镇 顾守叫顾守方镇 这边你看有两个箭头有没有 这边有两个箭头 这个叫胡府镇 胡府镇 胡府镇你看那个研究 研究这个所谓八卦 这个八卦镇 其实你看这边都有 这个箭头有没有 一个箭头 这个叫胡府镇 这边又有一个 叫守超连环镇 这边就是中间本镇 一个像方镇一样 它其实是后来历史上有很多研究 为什么它变换这么奇妙 它里面64个镇法里面 它有工兵 有步兵 有弓箭兵 工武手 有车兵就是战车兵 有寄兵 寄兵它可以在打仗的时候 突然间互相变换位置 所以你敌人进来的时候 你搞不清楚这个阵型 怎么突然间就变换了 所以你看这个画面就很清楚 这个敌人的寄兵有没有攻进来 攻进来 它一个阵一个阵型 在那边变换在那边等你 你这个寄兵绕来绕去 你找不到下手的地方 他们突然间 八卦镇里面的政法 一变动的时候 有人甚至用形容 飞杀走石 神幻莫测来形容 你根本困在里面 它就变成一个迷魂镇了 对 我特别讲 八卦镇后来为什么 其实八卦镇有三个遗迹 还留在这个世界上 诸葛亮当时 一个在哪里 在这个仪户府这个地方 仪户府 仪户府八镇土在哪里 在那个长江三峡 奎门的西边 离凤劫不远 那这个在历史上 曾经发生过一个战役 你看这个仪户府 这个石堆 这个是八卦镇 当时诸葛亮留下来的 现在保持得最完好的 就是这边 所以刚才讲杜甫讲说 那个公盖三文国 那个明城八镇土 他的明城八镇土 就是杜甫走到这边 仪户府来的时候 来晚的时候 去怀想出个亮血的 那仪户府这边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战役 他八卦镇运用的多好 八卦镇用的多好 当时在西元 211年的时候 211年发生两件事 220年 官员长被李蒙斩头斩了 死了 第二个是这个张辉211年 被部下刺杀 刘备称帝 也是在那里面称帝 刘备称帝以后讲 这个东吴李蒙 斩我的大将官员 我要为官员復仇 所以就带兵 八万职工东吴 东征东吴 那当时诸葛亮跟他讲 你不能去 赵子龙也跟他讲 你不能去 为什么 因为你刚称帝 称帝几个月 金星不稳 国内政局也还 南方又有南中那边云南那边 也不稳定 你不能带兵去 那刘备说不 我一定要替官员 官员长报首 所以呢 那你诸葛亮 那你就留守 留守那个成都好了 你留守这边 那个赵子龙 当后勤兵 你也不愿意 你们都不赞什么 你当后勤之援就好了 所以五虎将 你愿包括黄中 包括马超 马超是镇守西北 黄中是镇守那个跟曹魏雅对峙 所以他自己刘备亲自带 但没有什么猛将 去那边开始东征 东征东吴 碰到东吴第一名将 孙权派出陆迅 陆迅 陆迅带兵来打 结果就是历史上 所谓有名的火烧七百里连营 火烧连营七百里 刘备被那个陆迅用火攻兵败 兵败 兵败逃的时候 诸葛亮早就算好了 算到多准了 所以刘备一定会败 他带去的人一定会败 败的时候他一定会逃 逃一定要经过长江奎门 这个西边这个渝户府这个地方 所以当时诸葛亮就跟刘备带去的另外一个大将 马良 跟马良说你跑到渝户府这边 你就走你的 你不要管后面追兵 后面的追兵 会被我挡下来 他已经设好挡追兵的机关了 他骗马良 诸葛亮跟马良说 我带了十万军兵在这边等他 说你们逃你们的 是 结果后来马良逃到这边 一看 那都没人 真的没有追兵过来了 没有 有追兵过来 你说的十万兵呢 结果我没看到自己人的兵马都没有 只看到一堆十堆 十万石堆在这里 对奇怪的那种石堆 所以这个石堆现在还在 就是诸葛亮在那边摆的 可以比得过十万兵马的所谓八卦阵 陆信当时后来就后面追兵 一路追 刘备马良他们过去以后 陆信来到这边一看奇奇怪怪的 这怎么有一堆石堆在这边 江兵 有人放烧草 煙霧迷漫 陆信想说这个一定有鬼 是不是有扶兵 陆信不敢进 叫其他那个刺猴兵 前面那个哨兵 你们先进去看 结果那个哨兵一进去 又走不出来 迷魂镇 走不出来 陆信想奇怪 我派过去的人 怎么一直都没有回复 自己亲自进去 带了兵进去 又迷失在这个迷魂镇里 他也出来 走不出来 有人甚至形容 如果像小说 三国演艺 像戏剧形容说陆信进去的时候 整个镇里面飞沙走石 用到这样形容 那其实他进去的时候 就淹目迷满 他这个镇本来就是 不好走的一个路 结果他进去 后来陆信是怎么出来 陆信是碰到 有人讲说 他碰到的是 那个诸葛亮的业父 当时进去 就他把他带出来了 所以陆信出来 又大惊失誓 说这什么政法 我进去又竟然找不到路 出不去 也进不去 也出不来 进得去也出不来 所以后来陆信退兵 所以刘备才回到 回到那个楚中 这是第一次西元221年的第一次应用 在于富浦这边巴正土的一个八卦镇 用十堆做的而已 第二个更厉害的是在西元231年 西元231年 当时蜀国 诸葛亮 我们讲诸葛亮有五次北伐 北伐 第四次北伐的时候西元231年 231年他打到哪里 打到有一个叫鲁城这个地方 在陕西 还有一个上归这个地方 上归是在甘肃添水 甘肃添水 跟谁打 跟三国第一兵将 司马懿 司马懿十万雄兵打 当时第一 这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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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妙 是当时司马懿十万精兵过来 我们看这个红线的图 司马懿从上归这边 所以他留下他的一个大将 固守粮仓 然后就职攻乳城 因为诸葛亮只有三万兵 所以司马懿又是这种大量十万 这一仗你根本不能打也不好打 结果诸葛亮用了中国金字史上 非常特殊的 司马懿从这边追过来 对不对 我照讲是固守这边 我三万我当然要守 或者说我退 我跑 都可以 结果呢 司马懿不是 你看这条白线 司马懿红线过来 司马懿是逆行而上 跟你交叉并肩而过 对 擦身而过 白色的 他这个打法代表什么 我齐喜 我直接攻你粮仓 司马懿直接攻粮仓 把上归这边的大将杀了 司马懿大将杀了 把粮仓关掉 断你后援 断你后援 对 司马懿很气 就在从鲁城这边在回师 回师在这边有一个叫木门 所以这个以前有人说 八卦镇也叫木门镇 在木门这个地方 碰到诸葛亮 诸葛亮知道你一定会来 所以在这边 就刚才你看的那个图 他直接就用这种形式 三万人摆了一个八卦镇 八卦镇其实在英雄山 他可以在平地 可以在水边 在山地 政法是不一样 他就在木门这边摆一个八卦镇 司马懿过来十万军兵 司马懿当时三国有一个名将 在司马懿手下叫张和 这个张和 张和也是一个 张和当时就跟司马懿讲说 诸葛亮这个很厉害 不要去 不要强攻 不要强攻 让他跑就好了 司马懿说不行 我一级要把他拿下 我难得十万军兵 寝朝而出 就在木门这边 结果叫张和 你攻 你主攻 攻一个南边 南边诸葛亮分成两个阵营 两个八卦镇 南镇是由谁 南镇是由很有名叫王平 王平是刘备手下一个特种部队的一个将帅 叫无当飞金 王平守南镇 诸葛亮守比镇 结果张和就攻王平这边 司马懿自己亲自攻诸葛亮这边 结果两边攻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八卦镇一启动 张和你看刚才那个赤壁之战 那个用的八卦镇 所有那个张和的部队 冲进这个 冲进这个所谓空隙 冲进去以后 冲进去就困住了 对 他第一个先看到前面 前面那个镇很多镇 是前面摆那个鹿角 鹿角还有一个木炸 你冲到那边的时候 你被挡下来 挡下来 第一个他们的步兵 那个苏格亮这边的步兵 前面第一排步兵马上蹲下来 所以他信念非常有素 蹲下来又第二个 躲在后面的就是弓箭手 弓箭手就直接射 所以他镇法一启动的时候很快 所以张和在这一站里面 在上规之战 被那个乱箭射死 另外就是司马懿 司马懿当时在木门这边 自己攻北营 跟诸葛亮直接对阵 也是一样 司马懿当时说他启动 所有几万兵马往前冲的时候 他冲到所有外面 那个整个外围 那个八卦所谓外围 是有那个木炸 木炸 他在那边稍微持一挡 你到那边一定会挡住 木炸一定要挡住 你除非把木炸 用绳索用什么拉 拉倒 拉倒以后你人才能进去 部队才能冲进去 他在拉的时候 一样万箭齐下 万箭齐下 所以司马懿想 哇这个 这个诸葛亮他们的政法 真的变幻无穷 后来司马懿你知道 他带兵 有的从那个侧翼什么东西 直接攻 攻的时候 他本来算 我会碰到你的是步兵 所以我对步兵 我一定有 我有的方式 比如说我用长矛兵 你步兵兵件短 我就接战了 对 我用长矛兵就可以 结果没想到 这边他正行一变幻 诸葛亮在变幻的时候 历史史书写的时候 他八卦真的非常厉害 他变幻的时候 鸦切无声 他不必击鼓 什么都不用 他是用那个红旗 用红旗 像我们现在打那个旗号 打旗号 大家看着旗号 哪一个阵 像往后 比如说我们讲的车阵 站车阵 往后退 然后工兵 工兵阵 那个旗兵阵 往前来 他们都有旗羽 对 旗羽 而且在进退的时候 第一个秩序不能乱 所以这个政法 你要训练很多年 不是说你看这个图就可以用 你要先用 所以压切无声 变幻有序 反而你司马懿进来的时候 你知道你看 看到人家这样子 这么紧的游戏 你冲 你不晓得要到哪里 自己整个乱掉 所以司马懿 十万大军 后来在上规这一战 被诸葛亮打败 这一战 决定了蜀 跟魏 两国三十点对峙 所以你知道 司马懿讲了一句话 说诸葛亮在的时候 我们最好就不要去打蜀国 结果这个 还好是这个第四次北伐 第五次北伐 诸葛亮在武藏岩 并逝 所以后来才有所谓 霍山国时代开启 所以诸葛亮八卦圖 八卦镇 跟这个八正土 一直流传下来 到唐朝的时候失传 后人开始慢慢 有他的后世的人 有很多兵将 去慢慢收集一些 比较残缺的资料 慢慢拼凑 慢慢拼凑 到现在 其实八正土 八八六四卦 也没有办法完整的呈现 大概有的人 手上有几卦 这边有 懂得几卦 但你懂几卦 就也是天下第一名将 我们知道 背山面水 易守难攻 这个大家想得到 但今天社长要来告诉我们 战神中的战神韩信 他的背水一战 跟人家反着做 居然创下了 好几场的经典战役 都是以寡击众 怎么办到的 一直是个千古之名呀 对 镜像 千古一战神韩信 他一身之中 大大小小的战役 打过数十个 可是最为经典的 大家最为 说快日人口的 谈的都是背水一战 而且他变成一句成语 那背水一战 究竟怎么办到的 我们讲说 刚才讲 孙子兵法里面提到 说你如果要打战的时候 最好是靠山面水 靠山你后面就不会被截断 不容易被截断 不会从人家绕到后面来攻击 面水 敌人要攻击你的时候 他要渡河攻击 渡河攻击你 渡河到一半的时候 等于说你兵力防守率 最脆弱的时候 我可以攻击你 攻击你之后 你即使有人上岸了 要抢贪头堡的时候 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我可以再次攻击 所以孙子兵法讲说 背山面水是最好的一种形式 可是韩信背水一战是 反其道而行 所以他这个背水一战 很多人在研究 在中国军事史上 他很重要的一个地位 为什么韩信敢这样子做 你背水一战 你背水你的后面是水 前面敌人攻过来 攻过来完蛋了 你如果说万一打败仗 或者情势不顺 你要逃 没有逃生之路 退一步就死无葬身之地 对 所以韩信他会称为战神 他当时用这个时候 他告诉他的士兵讲说 兵无常事 这几个字 兵无常事 就自知死地而后生 大家的事迹要拿出来的时候 你就不能有后顾之忧 自知死地而后生 所以韩信打背水一战 他相当的一个很经典的地方 在这边 他违反兵法的一个原理 但我先讲 背水一战很多东西 很多细节 在我们读书的时候 是不知道的 韩信当时是在公元前 204年的时候 也就是项羽 乌江志文的前两年 当时还在楚汉争霸 他公元前204年 跟赵国打了一仗 因为赵国当时是挺项羽的 结果韩信打赵国的时候 你看这张图就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韩信在哪里了 这条河叫棉曼水 棉花的棉 蔓葉也没得慢 棉曼水或者说棉曼河 这条河 韩信当时在棉曼河的时候 赵国军队在这边 赵王当时知道韩信要来攻 情报收集 说韩信只带了1万金兵 带1万人来攻 赵国有20万 包都给你包起来了 怎么打这一仗 对 结果当时赵王旁边 有一个叫李走车模式 这个模式很厉害 他是战国四代名将李牧的孙子 这个模式李走车 李走车有一句很经典的话 大家到现在知道 愚者千利必有一得 智者千利必有一次 就李走车讲了 李走车当时跟赵王讲说 你虽然有20万兵 但韩信他能打大大小小 打这么多身杖 这个人不可轻慢 你不要轻视他 我们就20万守城坚守不出 但赵王讲一句话说 我20万金兵 他只有一万人来打 我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而且我会让人家天下此笑 我20万人怕一万人 所以赵王讲说 你来你来你爹等你 结果赵王选择了一个地方 选择一个地方 就太行山 那个河北跟山西 有一个介绍太行山 太行山有所谓太行八旋 太行八旋 就是八个关爱 那个八个关爱都非常险要 他选了一个叫井行 这个井 井行的一个地方 这个井行为什么叫井 因为这个地方 在太阳山有四座山 像插天一样的高峰 中间是一个凹下去的平地 等于说你插四南非 我在这边把你堵住 那个旁边的山道都很小 他20万大军选择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这个 他派出一个大将叫陈瑜 陈瑜这个大将 他把这个军区的放在这边 放在这边 寒信越过棉漫水以后 这个红色的弧形 他在那边摆了一个镇 这个镇是千古之谜 当时史书在记载说这个镇 勉强可以称为叫掩夜镇 掩夜为什么叫掩夜 掩夜就是月亮是半弦夜的时候 半弦夜的形式 它是这种弧形的掩夜镇 等于说这样弧形的摆开 一般镇就是方镇 或者旁边有什么轴翼 侧翼 他没有 他这一次是摆一个掩夜镇 掩夜镇在孙子兵法里面有提到说 提到说这种掩夜镇非常齐险 几个条件 第一个是不对称地形 就地形我不是两个 你是岩野或是岩野大草原会战 要不对称地形 等于说我像他这边讲的 你要调水 前面是山 它是反其道的 不对称地形 第二 你要冰墙降游 你要很厉害的冰墙游 你才能去用这种掩夜镇 韩信寺第一次 历史上第一次是用掩夜镇 他就在边摆出这样所谓的掩夜镇 半弧形 半掩夜镇 然后陈宇这边20万大军 就直接攻 黑色的线条 是陈宇的军队攻 攻到这边两军对打 两军对打 当时有一个谜团是 为什么韩信只有1万人 其实他真正的只有8000人 为什么 韩信你看这个地方 有一个红色的虚弦 他其实1万人里面 派出2000人绕到太阳山 刚才说有四座插天之山 他居然爬过这座山 爬过这座山 这2000特种部队 爬过这座山 然后绕到这个云区 你看这个红色的建筑 已经到了敌后了 对 2000特种部队攻到敌后去 韩信交代他们说 等他们其他的部队攻过来 我跟他们打起来的时候 你们就趁其不备 攻入他们祖帅营 然后在他们祖帅营 升起我们的韩信的旌旗 那个军心大乱了 对 军心大乱 所以当时这个陈宇不知道 陈宇想 我就一口气把你吞掉 就直接打过来 打这个半夜镇 这个所谓的远夜镇 打了半天打不下来 打不下来 结果这个2000特种部队 就直接攻入他的营区 营区里面大乱 祖帅所有金兵全部出去 一起要歼灭韩信 结果没想到里面的营区的人 守不住 守不住以后 这个特种部队 就把这个所谓的 陈宇的营区要拿下来 拿下来又升起 红色的那种很醒目的大金旗 告诉韩信 告诉前锋的陈宇部队说 你们的金银已经被我拿下了 结果陈宇回头一看 所有部队回头一看 我们祖帅营升起的旗 既然是韩信的金旗 吓坏了 吓坏了 而且他们想 韩信究竟是情报有误 不止一万吧 要不怎么后面突然间 有讨出这么一个部队 其实就一万 而且这里只有八千也没 你想得多 对 OK 结果他就把陈宇打败 所以这条红色的线就是 绿色的线就是陈宇 他拜逃的时候撤退 后来陈宇被斩首 20万赵国这一次被灭掉 大败 所以这个所谓背水一战 成为经典的历史 但是他又有一个谜团 刚才讲 在冰法上 他只讲到 他是一个掩跃症 实际内容没有人知道 就是一个半幅形的 半幅形的 刚才讲 后边又是水 你如果被 如果被攻破的时候 你跳水都来不及 那为什么敢摆出 这个里面实质内容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经过将近四百年 有一个人用 想韩信在史书有记载 这个延夜镇 这个延夜镇的地方 我先讲一下 这个当时唐朝韩裕 这个石碑是唐朝韩裕 叫汉山齐往韩侯 背水一战之处 所以这个太经典了 后来其实到将近六百年以后 有一个人破绝了这个政法 这个人就是当时魏晋南北朝 也有战神之称的 叫刘裕 这一个人宋武帝 南朝的开国皇帝宋武帝 将近六百年了 这个刘裕 当时是在魏晋南北朝 他手下带领了一个叫 别府军团 他研究了很久 终于知道这个阵型是怎么摆的 你知道刘裕也是一样 他当时带领三千步兵 跟谁 跟北魏 北魏拓拔寺那个鲜碑人 非常散战 北方民主 南方人怕得要死 刘裕三千步兵 北魏拓拔寺派他的大将 掌孙松 掌孙松带了三万寄兵 到黄河这边 追击刘裕 刘裕 刘裕当时就要黄河边 就用了这个所谓的 他把这个名字改 不叫圆岳镇 叫雀岳镇 雀岳镇 这个雀岳镇 他用的政法 就非常明确了 当时说韩信的时候 是一个名 没有人知道 到底是什么一个政法 扮演型 他摆出来看这个阵型 这个叫雀岳镇 这张图 这边是北魏金团寄兵 你看得非常清楚 这张图其实也 然后刘裕的金团 三千步兵在这里面 刘裕在正中间这边 你看他外围有很奇怪的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好像前面有一个 有一个这种肩排 有没有 后面降部车 这个东西破解出来 叫正香车 等于说在寄兵要攻取的时候 这个刘裕金团 这个所谓雀岳镇 有所谓这个正香 正香车是什么 他这种车像我们推车 有两个轮子 两个轮子 这个推车的正前方 有竖那个像虎头盾牌 盾牌 旁边也有盾牌围起来 比如说敌方的那个寄兵 或者弓箭手 射箭来的时候 射不到我 射不到我 所以他前面一两排 是这样的一个叫正香车 正香车 正香车 你看这边有很多的那个长枪 有没有 因为他的虎头的眼睛 跟嘴巴这边是开口的 对 开口的 我可以从眼睛跟嘴巴里面 这个长枪去戳 去戳 你寄兵要冲阵的时候 你会被这个长枪挡住 这是其中之一 第二个 刘裕用这个正法用得非常好 是当时北魏寄兵 常春松带领这个寄兵 往前冲的时候 刘裕跟韓信一样 先示弱 派一个部队出去迎击 迎击 迎击又败了 韓信当时被水船 刚开始也故意示弱跑 跑回来这个阵型里面 刘裕也是一样 跑回来阵型里面躲起来 躲起来以后 北魏寄兵到一定距离 刘裕叫弓箭手开始射箭 还故意拿什么箭 很烂的箭 叫软弓短箭 七敌 七敌 对我骗你 我箭射不到 射到盔甲也掉下来 不好 整个北魏陣型 贏了贏了 贏了 就直接冲 冲了又 问题冲到一定距离的时候 他刚才讲说 这个长枪 刘裕下令把长枪寄绊 寄短 寄短 它里面其实有这种东西 有这种东西 叫三弓强弩 三弓强弩 它里面其实埋伏了这种 大概有一百多具这种强弩 怎么用 这种强弩你看 它这个弩弩 等于说很强的那个弓箭 他把这个长枪你看 寄短了以后 当成箭再用 当成箭 你知道这一射出去不得了 这种箭弩在史书写说 比魏军下坏了 为什么 这个箭 如果这种强强这样射出来的时候 他力到会一招贯穿五人 跟他 一个五个人就阴伸而倒 所以它威力太大 比魏下来 刚才不是短剑短光 小箭射出来都不好 这么突然间 突然间跑出這種 威力这么大的这种弓箭出来 结果一百多部 700多个弓箭手 轮番一直射 结果比魏 比魏刚才讲 三万纪兵 戦型大乱 嚇壞了 所以後來劉毅才下令說 他這邊其實有三千步兵 他後面你看這個陣型 後面有一個很特殊的 他在這個黃河上 有所謂他的船艦 船艦上面有浮兵 等到你陣型一亂的時候 這個船艦的浮兵 一靠岸 等於加入資源 源源不絕的後勤 對 後來打敗了北魏 把北魏消滅掉 所以你看劉毅 後來用500多年以後 他研究了政法 把這個所謂的愜業症 研究出來 但因為這種陣型太顯 太顯了 你稍一不勝 就是死無葬身之地 所以後來有一句話叫 愜業之症無愜業 愜業之後無愜業 為什麼 後來從流域以後 沒有人敢用這種 所謂半夜型的政法 這種愜業症 所以愜業之後無愜業 沒有人敢用 所以例子上只有兩個人 一個韓信 一個流域 所以這種陣型 在中國軍事史上 是一種非常特殊的一種政法 邀請您 一起加入五七報新聞會員 跟俊相一起 挖 真 醬 都體了 我們還是知道 我們還是在這場 broth3rmax 兒方 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